學歷史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華倫 為什麼不要學歷史 因為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到頂層階級的思考方式 成為他們的競爭者 所以他不希望你去學 還有學歷史 會讓你看到許多前人成功及失敗的案例 你的競爭對手想要好好的睡個覺 所以他也不希望你去學 最重要的是 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人性 你的老闆以及同事 都希望你保持天真的心 所以他們更不希望你去學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接下來我要跟你說的是故事 而不是歷史 今天的主題是優點很可能就是缺點 這個主題聽起來有點怪是不是 因為我們一直希望自己優點多一點 但是為什麼優點就很可能是缺點呢 讓我先說一個故事給你聽吧 我們上次有講過春秋初期 靖國在進行宮 有一個非常優秀的繼承人 叫做聖聖 這個聖聖不但對人民非常仁慈 而且對自己的兄弟也非常有愛 派他出去打仗也從來沒有打敗過 更可貴的是 這聖聖對於自己的要求是非常嚴格 他要求自己一切行為都要遵守禮儀 可以說是一位幾乎到了完美的接班人 但是你知道嗎 這樣一位完美的接班人 最後的下場是什麼 是被他爸爸出兵逃伐 最後致敬身亡 怎麼會有這種事啊 其實這關鍵就在於 他的爸爸進獻公 這進獻公 他重新因為新的妃子 叫做黎姬 整件事就開始出現轉折了 為什麼呢 因為黎姬想要自己的兒子上位 所以他要開始想辦法怎麼樣 陷害生生 不過想要在生生的後面挑撥離間說他壞話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畢竟這生生是個傑身之愛的好人 大家都知道 這一籌莫展黎姬找了一個叫做優師的人來幫忙想一些收點子 這優師聽完之後告訴他說 哎呦 你想要找生生的缺點不容易啊 你為什麼不從他優點去找呢 這黎姬一聽 你這是什麼話 我要說他壞話 要找他優點說 那誰會相信啊 優師接著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啊 你想一想 生生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立即說 他是個仁慈的人 而且呢 他帶人非常有禮貌 還節身之愛戰功標柄 優師說 這就夠了 有這麼多的優點 你還害不死他 立即說 哎 你把我搞糊塗咧 優師接著又說 你說他仁慈 反過來 就是他不希望別人受到傷害 能這樣說吧 對不對 那他願意犧牲自己保護別人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喔 那你說他有禮貌 反過來就是 他對沒有禮貌的事應該很難接受吧 而且他節身之愛 反過來就是說 他不喜歡人家說他不好 尤其是願望他 還有最後一點 你說他戰功標柄 就表示他很會打仗囉 若是這個人要造反 那這個國家 豈不是他輕輕鬆鬆可以拿下呢 哇 離機一聽 欸 好像有點道理喔 於是呢 這優師設計了一個毒計 他讓生生的爸爸 也就是這禁憲公啊 誤會這生生呢 想要調戲離機 接著 甚至想要毒害自己的親生父親啊 這禁憲公害怕生生真的會造反 所以怎麼樣 先發自人 派兵討伐他 其實在當時啊 只要稍微有腦袋想過一下 人都會知道 這生生是被陷害的 所以這生生呢 好好的去向他父親 禁憲公解釋 應該就會沒事的 但是為什麼他不這樣做呢 因為他考慮什麼 他考慮到要是我解釋清楚 我爸爸可能就會失去他最寵愛的妃子 然後還被人家笑話是個昏君 所以呢 他情願自己被人家誤會說是要嗜君 也不願意傷害他爸爸 哇 他老是聽到這話 想說怎麼會這樣想啊 那不然這樣 你不想抵抗你爸爸 那我們就逃出禁國吧 不過生生也拒絕了 為什麼 因為同樣的理由 他要是到國外 人家會問他 欸 你為什麼逃過來啊 他該怎麼說 說他爸爸昏憂 還是都不要說話 那不說話 不是等於默認自己想要殺他爸爸嗎 他也不應該被這污名一輩子啊 所以他最後決定怎麼樣 犧牲自己 成全他父親 你聽到這故事千萬別覺得 這生生頭腦淤浮自取滅亡 根本沒什麼好同情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或是很多公司啊 都會犯上一樣的錯誤 就是什麼 長處太長 最後這長處啊 反而變成短處了 就好比一家公司 專注在一樣產品的研發跟技術的突破 最後可能失去的是對整個市場的應變能力 你不相信啊 那我們就拿著電腦硬碟機啊 或是有人說是硬盤 它的發展過程來告訴你吧 這原先的硬碟機一開始是比較大的 後來呢 有人發展出小一點的磁碟機啊 但是由於比較低階 所以這大的生產公司呢 他並不投入這邊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投入大量的研發費用在大的硬碟機生產嘛 怎麼可能轉過來投資這個小的硬碟機 還有這個低階的市場呢 所以呢 他們拼命賣大的這個硬碟機 賣到什麼時候 直到這小的硬碟機啊 性能提升 將這大的硬碟機呢 踢到市場之外了 那你覺得小的硬碟機之後會如何發展呢 嘿 之後呢 有更小的硬碟機出現了 那小的硬碟機有記取這個教訓嗎 沒有 他們跟之前大的硬碟機廠一樣 他是怎麼樣 專注在自己的小硬碟機的發展 對於更小的硬碟機呢 他們怎麼樣 根本不去做這個研發跟投資 為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在自己的小硬碟機上面 已經投入了很多的研發費用了嘛 所以不可能去投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怎麼樣 就更小的硬碟機也把它推進了歷史 就這樣啊 硬碟呢 從14吋 被8吋踢出市場 而這更小的5.25吋硬碟呢 最後又把這8吋硬碟給埋葬了 再過來 3.5吋硬碟呢 再把這5.25吋硬碟給埋葬了 最後呢 這2.5吋的硬碟呢 把這3.5吋硬碟給埋葬了 哇你看 都是小的把大的怎麼樣給埋葬了 那為什麼這故事一直上演呢 就是因為長處太長 他們呢 只專注在自己的研發 你更想不到的是啊 最後這些硬碟機啊 在現在可以說是完全被固態式硬碟 就是SSD 全部給埋葬了 為什麼這些歷史會不斷的重演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他們投資太多在裡面 你想想看 要是一個人一輩子都認為這樣做是對的 他們的思考已經變得沒有彈性了 他有可能隨隨便便改變他的思考嗎 我們拿這個成績好的學生來說吧 他會相信什麼 努力讀書就會有好成績 又或是他頭腦聪明 所以成績名列前茅 所以他會怎麼想 努力或是天分等於有好成果 但是離開學校進了社會 他會發現什麼 這努力不一定會有成果耶 那他有如何接觸這挫折啊 或是說他很聰明 但是老闆不聰明啊 他有如何面對這糊塗的老闆 或是這老闆無法理解他的想法之後 他要怎麼處理呢 還有這些品德好的人 他有如何接觸這喪失 可能會有的骯髒龌龊的勾當啊 要是處理不好 他反而可能會成為被人家誣陷 或是排擠八零的對象 你說是不是 我們講這些目的呢 不是希望你不要努力 或是說不要有優點 而是說 有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怎麼樣 保持彈性 這個彈性不是要你失去你做人的原則啊 而是預先將你自己的人設 放在八十分 九十分 而不是放在什麼 樣樣都是一百分 這套句我以前長官啊 他在離開崗位的時候 送過我的一句話 一個好的下屬是怎麼樣 就是大事不犯小錯不斷 我當初聽這句話 我覺得好好笑啊 什麼叫大事不犯小錯不斷啊 但是隨著工作時間越來越久 我就覺得他講的話有道理耶 這大事不犯錯 所以呢 老闆跟上司知道你的能力會重用你 但是為什麼小錯要不斷呢 這表示你的心思沒有那麼細密 所以呢 老闆或是你的上司呢 就比較不會怕你了 甚至呢 他不會交代一大堆 雜七雜八事給你做 為什麼 交給你太多事 你會一直出錯啊 所以不會給你太多事啊 所以你有沒有想過 有時候 這個出錯 也可能是計畫中的出錯耶 讓人家沒有辦法摸清你 才是在叢林生活下去的法則 所謂逢人只說三分話 為何全拋一片心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除了說話 平常的言行舉止也是一樣的 要是你很容易讓別人清楚地掌握你的行為 其實這就跟說話口無遮攔的意思差不多了 你說是吧 要是你有不同的見解與想法 也歡迎你留言給我哦 好啦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 如果你就是不聽我的勸 想知道完整版的故事內容 你可以從說明欄找到我愛故事頻道的連結 不過記住哦 你是來聽故事的 而不是來學歷史的 要是你喜歡這個頻道 麻煩您動動你的手指 追蹤留言 或是給我五星評價的支持以及分享 謝謝您來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